习俗的杀生要改正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我们很多习俗 有好的 也有很多恶习 比如过节过年 结婚生子 各种吃肉就是很重的恶习 不够清净 有个人在乡下待久了 就觉得乡下好 我说 要有佛法的地方才是好 莫有佛法道法的地方 都是叫鱼吃 什么叫鱼吃 就是吃肉喝酒便的鱼吃 佛门公斋就很重要 起码请大家吃一顿素斋 少吃一顿肉 吃肉鱼 海鲜 酒的饿液很重 尤其你看农村以前都养鸡鸭 猪 和人一起 这就是鱼吃 乌浊之气 乌浊之气有什么好的 民间很多都需要改革一下 包括请客吃肉的问题 更需要下大力度改革 就是把乌浊之气给去除了 鱼吃 你看有些少数民族 就是底下养猪牛羊 然后大便一堆 上面住人 你说人闻多了畜生的胃 能开智慧吗 吃肉 比如有些宗教就不吃猪肉 因为猪肉太脏了 猪就是代表鱼吃 蛇代表称恨 猪肉吃多了就是鱼吃 还有一个 不触及养猪狗的问题 法华经说的 不要去养这些动物 尤其学佛的 不要养任何畜生 什么狗之类的 有人放生 放生就放了就好 结果他把牛羊养起来 然后击摆头 每天给牛羊吃 这就是搞错了 作为学佛人 不要养这些动物 甚至家里不要养宠物狗 猫 畜生就是畜生的乌浊之气 这些动物和人在一起 人会吸收动物的鱼吃的气 动物会吸人的气 总之和动物在一起久了 莫有不于吃的 现在很多恶习在改革 以前农村较落后 根本原因 就是动物养太多 不畏生 家家户户养动物 动物污浊之气 让人愚吃 第二个 就是农村的请客吃饭 吃肉喝酒的恶习实在严重 这也导致了鱼吃 各种场面 都要吃肉 莫有肉 不好意思请客 这就是导致恶业交集 我请你吃肉 你请我吃肉 恶业交集在一起 比如城市里 慢慢有素食婚礼 素食请客 这样子慢慢的就会有福报 一个城市 素食馆越多 说明这地方人福报大 业障小 大家懂得吃素 在印度人看来 吃素是上等人 吃肉的是下等人 所以印度等级分明 佛弟子应该多养人 不要去养畜生 养人就是多生饥个孩子 有的人把猫狗当成儿子 给狗取名字 穿衣服 像个人一样 这类人就是鱼吃 http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2 zyt7.html 请不吝点赞 订阅